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又文跟大家提天氣 凌晨落過早雨 不過早上開始,天色就明朗了 今日華南沿岸的雲量比昨天少 受偏南氣流影響,香港今日大至天程 普遍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1-32度 而在天文台錄得的最高氣溫亦有32度 11時氣溫有28.6度,相對濕度79% 有道天氣先生出場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罩雨 天氣炎熱,最高有32度 受到一股海洋氣流影響 未來一兩日仍然時情時雨 星期四開始,天氣會更熱 高溫升至33度 而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是11度 強度屬於極高 接著關心其他城市的天氣 先看看歐洲方面 阿姆斯特丹和倫敦天程 阿尼都是天程 法拉峰明朗 蘇黎世驟雨 眉州方面 溫哥華天程 三藩市綠燦基明朗 去到東岸 紐約多雲 多倫多驟雨 芝加哥雷布 去到南半球 墨爾本天程 星尼布里斯班驟雨 維林頓有雨 奧克蘭驟雨 曼馬樂雨 卡拉奇驟雨 新德里雷布 東南亞城市 巴黎島有雨 瓦加達多雲 新加坡雷布 吉隆坡明朗 曼谷有雷布 胡志明市有雨 馬尼拉有雷布 日本方面 大阪和東京都是明朗 首爾有雨 瀋陽都是下雨 北京有雷布 上海多雲 台北多雲 高雄有雨 廈門多雲 廣州沒甚麼陽光 澳門驟雨 夏天內地的降雨區會隨時改變 一個是和負熱帶高壓的位置有關的 是一股在夏天較為活躍的溫暖氣團 初時由北太平洋向東伸延至中國內陸 之後就會轉為由南向北移動 受覆蓋的地方 天氣會相對穩定及呈朗 但邊緣地區有明顯的降雨 每年的5月中至6月初 當負熱帶高壓開始覆蓋南海北部 圍處距邊緣的環南地區就踏入前瞬期 而隨著向北移 長江梅雨發生在6月中至7月初 而華北和東北雨季 就在7月中至8月尾 預測北京明天會有大雨 換句話說亦即將踏入雨季 天氣講到這裏 晚安